我們在看非洲大草原的那種景觀 非洲大草原的草 它要怎麼樣世代相傳 要怎麼樣能夠更新掩替 你在很多的這個生態影片裡面 在介紹到非洲的大草原 就會有一個有看到一個景象 就是到了乾季的時候怎麼樣 出現火燒 一燒就把整個草原全部都燒掉了 那這個火燒對這個草的物種的傳承 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為什麼火燒對這個草具有意義 因為這樣的一個草 它需要比較多的陽光 如果你沒有火燒的話會怎麼樣 會讓它旁邊如果不小心長出一棵樹 這個草就被競爭掉了 因為一棵樹不小心 因為樹它在發芽長起來的時候 它慢慢的長開它的枝葉 就把它的陽光擋到了 擋到的時候這個草它吸收不到陽光 它就沒有辦法活下去了 所以如果沒有火燒的話 這個樹會長起來 那這個樹會長起來 這個草它就會受到遮蔭 它就沒有辦法長得很好 那在非洲大草原在乾旱的時候 因為火燒的關係怎麼樣 把這些長出來 不小心長出來的樹幹嘛 全部都燒掉了 排除了競爭者 那隔年的春雨再來的時候 再長出來的是草 會不會有樹 也會有樹 但是樹還來不及長大的時候 又被火燒掉了 所以這樣一個週期性的火燒 排除了它的競爭者 以至於說大樹這樣的一個草 這樣的一個物種 可以透過火燒的干擾 讓它的一帶一帶能夠傳承下去 它可以排除它的競爭者 當時引進到台灣這邊來的時候 台灣以我們剛剛看的生態氣候圖 以它的溫度 以它的降雨量 以在台中大陸上 或是我們西部的海岸 或者丘陵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要發生火燒 天然的火燒 會怎麼發生 是不是會落雷 對不對 但是在我們台灣的西部 這些丘陵地 落雷的時候 之後會伴隨著磅礡大雨吧 如果雷落下去 還可以燒起來 我還不相信 那個雨把它就下下來了 就變成落暢雞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在大杜山這邊 會落雷 但是呢 它不應該 不至於引起大規模的一個火燒 火燒山的情形 但是呢 因為大杜山這個地方 剛剛我們看的生態氣候圖 它在乾旱的時候 因為有幾個因素 然後呢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它有火燒的 那個干擾的因素出現了 就一出現呢 剛好就陰錯陽差 跟它的 在原生地 在非洲大草原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因子的需求 就扣住了 以至於森林摧毀掉之後 被火燒掉之後 大鼠可以在這邊 不斷的循環產生 大鼠因為它 你看喔 剛剛我給大家看的這個頭影片有沒有 原本一開始 這個大鼠啊 它是為了要 為了要度過那個乾旱 所以它的上面不要了 那它就把它的樹根 它的根根根根有生命的東西 它就躲在土壤裡面 然後這個火在燒的時候 又是在冬天的時候燒 不是在夏天的時候燒 它在冬天的時候燒 燒的時候呢 剛好它這些雅點的地方 生長點的地方 被土壤隔絕了 你知道土壤是很好的這個隔絕的喔 它下面那個溫度不會改變的 所以它剛好把上面清除掉之後 它沒有受到影響 它還活著 以前怎麼樣 是什麼情形 是什麼情形 等一下我會講 等一下你看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看喔 看到哲葉喔 所以這張哲葉 這張哲葉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說當我們在進行環境教育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東西 可以看圖說故事 所以剛剛我們講說 我們看到的比較大的尺度是草原 草原跟樹林對不對 那草原比較優勢的是大鼠 那大鼠呢 它是從非洲引進的牧草 那它在非洲大草原的更新演技 是必須要透過火燒 那到了台灣這個地方 剛好在乾淨的時候 有人要去掃牧 就不小心陰錯陽差 結合上它的生態的特性 以至於在大陸山的火燒 變成是一個周期性的循環 另外呢 樹林 我們剛剛講 樹林最優勢的是香絲樹 它香絲樹最優勢的這個森林 也不是大陸山這邊原生的森林 過去在日治時代的時候呢 他們怎麼樣 他們把平坦的肥沃的水分充足的 農作地優先來耕種糧食 先把人餵飽對不對 第二個呢 這緩脫的肥沃的有水源的 就種什麼 種果樹 第三個呢 如果在一個比較平級的 道路不方便的 那就種什麼 種碳新材 在50年代以前 在50年代以前 加護重要的燃料 不可能去進口木炭 木炭要自己生產 因為它是重要的能源 所以他就在去找 全台灣有什麼樣的樹 可以適合來做木炭 最後這找到香絲樹 香絲樹它的原產地 原生地在恆春半島 那今天呢 早上有講到 那個降雨量的分布對不對 恆春半島是所謂的 西南半壁的最下面對不對 那個是一個半沙漠氣候 就冬天是非常乾的 所以恆春半島的 很有名的農產品是什麼 洋蔥 洋蔥就是長在半沙漠氣候的一個作物 所以呢 香絲樹它就長在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 日本人要把香絲樹從恆春半島 種到整個西部的整個丘陵地上面 會選用香絲樹 半沙漠氣候 它具有什麼樣的特性 是不是可以適應乾乾 它連半沙漠 沙漠都不怕了 它怕你這個大杜山的歷史層嗎 怕你東北季風嗎 它怕不怕 它就不怕 為什麼它不怕呢 明天我們會細講 因為它把它的葉子特化掉了 就是它原來的葉子 不要了 它用它的葉餅來行光合作用 就減少水分的喪失 所以它可以突破大杜山乾旱的 這樣的一個困境 第二個呢 香絲樹 它會結什麼 這個叫做豆莢 對不對 會結豆莢的植物 叫做豆科的植物 包括官豆花生這些都一樣 那豆科的植物它有一個特性 它的根具有根硫菌 那什麼叫做根硫菌 根硫菌它可以合成蛋肥 是製造蛋白質重要的原料 也就是說 香絲樹呢 你不用給它施肥 它就可以長得很好 它也具備兩個特性 這個自己可以給自己施肥 可以突破大杜山的什麼樣的困境 瓶擠 乾旱跟瓶擠不是講是大杜山重要的環境的特性嗎 那你香絲樹呢 它的葉子可以特化 它可以適應半沙漠的氣候 它可以適應乾旱對不對 然後呢 它又是豆科的植物 它的根有根硫菌 它怎麼樣 它可以適應瓶擠啊 那還夠不夠 不夠 因為呢 這個貪心材要拿來做什麼 要拿來砍對不對 如果你種了五年 然後你砍掉之後 還要從種子開始從種 那會不會很辛苦啊 很辛苦對不對 香絲樹它還具備有第三個特性 你砍它之後 它的樹頭還會冒出 更多的這個側枝出來 那個叫做萌布 萌布 你砍它之後 它還冒出很多頭出來 你五年之後 還可以再來砍一次 所以香絲樹它具備的這三個特性呢 一個是 它能夠耐乾汗 耐瓶擠 跟它的萌布能力很強 那時候日本人就選用它作為碳星材 以至於說我們明天到故道上去看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碳窯的遺跡 碳窯的遺跡 它為什麼會有這些碳窯在山上 因為你想想看一棵樹它砍下來之後 它要做成木炭 因為這個樹的樹枝 含有水分就很重 所以過去呢 過去的這些祖先這些鮮明呢 它就把這些主要的枝幹 砍下來之後呢 然後就把這些細枝拿來做燃料 然後就在山上把它燒成碳之後再運下山 這樣就可以節省很多的運輸的成本 好剛剛在講 那大杜山這邊呢 原始森林有沒有 有 那我們在調查 像稀有的植物狗花椒 就是明天那個華南路也有 醬燈香 或者是白費吊章 還有這個台灣海藻 它會存在在哪裡 大杜山的原生的森林現在還有存在 它存在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 大杜山的森林 有三大片 第一片呢 是在清水的敖峰山 有住在清水的嗎 第二片呢 是在 靜宜大絕後面這一塊 第三片就是在這裡 從 成功林一直到瑞景這個地方 那在敖峰山這個地方呢 它的森林就是相思樹林而已 它非常的單調 沒有什麼特殊的這個大杜山原生的植物 然後到了 靜宜大絕後面的這一片森林 它是地支園 也是果樹啦 那真正在大杜山存在的原始森林 就只剩下這一邊 就只剩下這一邊 那為什麼會存在在這邊 因為我剛剛講這裡是一個軍事要塞 這裡有飛彈基地 這裡有很多很多這些軍事設施 以至於過去在戒嚴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軍事管事區 再加上這邊是坑谷地形 坑谷地形就是我們在台中的大坑 那道路不容易開發進去 就會增加很多的運輸的成本 這些開發的成本 以至於管事的關係 交通不便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 如果你的地形是一個坑谷 如果要火燒的時候 我們講 剛剛不是講說 水分會從高往低處剩嗎 所以在坑谷的地方 會有常常會有水冒出來 會比較潮濕 再加上坑谷的地方 它受到的陽光會比較少 所以在坑谷的地方 它的森林就會比較濕潤 以至於火燒燒的時候 燒到這邊的時候 常常怎麼樣 就會停止 所以這整個大杜山的 這整個丘陵地上面的野生動物 也會全部都躲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大杜山最後的諾雅方舟 所以剛剛講 碧海季有在三百年前的時候 就經過大杜山 他寫下這一段話 林木如未毛連枝累葉 然後他要看 從樹森林底下要看的時候 發現如井底虧天 那我就到剛剛我講的 這一個原始森林 其中一塊叫瑞井 然後我去看 然後我就跑進去 這裡面的物種 就是原始森林的物種 它有小葛木薑紙 有醬生香 有狗花 有狗花椒 刺葉歸雲等等 然後我進到森林裡面之後 我抬頭一望 怎麼樣 跟三百年前描述的景象很像 那這是寶貝 這是寶貝啊 那在這個森林裡面呢 就發現了特有的石虎 特有的石虎 那這個石虎呢 它的數量比中國的熊貓還要少 但是呢 中國的熊貓在木炸住豪宅 但是這個森林裡面 發現了一幾寶一類動物 石虎呢 但是我們政府卻 不是那麼的在意 但是這個是真實在這個森林拍到的石虎 那石虎跟貓有什麼不一樣 石虎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額頭有兩個白線 然後它眼眶是白的 耳後是白的 那我剛剛講說 大杜山這個地方呢 原始森林在西南側這個地方 然後這裡面呢 有所謂的狗花椒 那農委會把它列為是易受害 它能夠繁殖的成熟的大樹 全台灣少於一千棵 但是明天我們去看的華南路 它就有兩顆 然後它又推土機把它推掉 而且它的環評報告還不寫 這個 那這個華南路呢 它是從明天我們第一站 是從這個地方 然後會沿路解說 然後順著大陸上環保公園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華南路 這個華南路呢 離旁邊的華山路 兩個相隔不到300公尺 但是這一條花了3.8億只有 只有3.9公里 然後山上跟山下的出口 跟旁邊這條路呢 是一樣的 而且呢 這條路 這一個就是剛剛我講的 大陸上的諾亞方舟的保安林 為了開這條路 把保安林解編 那解編掉之後呢 開了這條路 最快 快3分鐘 這條路絕對不會塞車 那他們要做什麼 因為你開過去之後呢 這一邊有沒有 這一邊地瓜田啊 就可以申請變成建地了 這邊的地瓜田也可以申請變成建地了 他們要炒作的是這個地瓜田 地瓜田變建地就會變成 就是地瓜變黃金了 但是他們才不在乎 你的森林被破壞得怎麼樣 然後更誇張的是 因為當時的環平呢 環平委員認為說 這個華南路 離這個華山路太近了 只有300公尺 你會想說 離300公尺開一條大馬路嗎 不會吧 那又不是錢太多對不對 所以呢 當時的環平的這個結論是說 如果你要開發的話 這條道路要來做為生態休憩的用途 你的路寬不能超過6公尺 然後他就開始開路 然後你看 就開始開路 就把那個保安林全部都剷掉了 就剷掉了 然後那個時候 在新南側的這個地方 因為他有很多的森林 所以政府就說 要鼓勵我們的士林 要到山上去 要常常去爬山 所以他在森林裡面 也做了這個所謂的步道 所以在2010年的時候 花了3000萬做的步道 在20 而且做完之後 在3月份還舉辦啟用典禮 然後就居然在5月份的時候 就把它挖掉了 因為他要做這個滑南路 其實我們很奇怪 我們真的是錢非常多 然後這條路不是路寬6公尺嗎 然後他就把兩側14公尺的保安林 全部都摧毀掉 然後我就去開說明會的時候 我就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蔡秘書長 你不要太緊張 我告訴你喔 這個叫做生態工法 我們之後 會把砍掉的樹 我們會用生態工法 把它重重回去 這個是保安林耶 這是西南側 諾亞方舟的原始森林耶 它砍掉之後 它要重重耶 而且花大家的納稅人的錢耶 然後就變成這樣的一個景象 然後現在快要通車了 我們再拉回來 所以呢 我剛剛講說在大陸國小 要進行怎麼樣的環境教育 我要去這片原始森林裡面 我要去採集那些種子呢 然後讓小孩子去觀察 觀察完之後再重新 再種回他的山上去 這個叫做在地種源在地富裕 來我們翻到背面 我們已經講到這個折葉的第一面講完了 這樣OK嗎 這個叫做看圖說故事 在過去的幾年 很多人來到大陸山都會提到所謂的台灣百合 有聽過嗎 有 然後那時候在這個四五年前呢 我們趙玉琳老師也是參加這個台灣百合志工的培訓 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大陸山出現了三萬多豬的台灣百合的族群 然後楊國登老師就去做了調查 整個大陸山從清泉岡一直到旺高寮 有七個地方有這麼大規模的族群存在 那有這麼大規模的族群存在 那有這麼大規模的族群存在